屯赤隧道昨天中午有泥头车翻侧 司机受伤一度被困 往机场方向封闭约18小时 受到车祸影响 屯赤隧道往机场方向全线封闭 往屯门方向实施单管双程行车 昨天晚上现场交通畅顺 至今早早6点几解封 事怀昨天下午12点 近泥头车沿着屯赤隧道往机场方向行驶 期间怀疑失控撞向隧道内壁 十几米金属板长生损毁